主席 游院长 各位同仁大家好 今天立法院审议 严重特殊抬染性汇染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 首先要谢谢在座的同仁还有行政院 非常支持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在第一个时间 希望比较少的时间的特别条例 所以本来执政党还有意见 后来接受了国民党的意见 首先要在这里代表国民党 表达感谢的意思 谢谢行政院 也谢谢各党团的支持 这是第一点 我们希望透过制定特别条例 来妥善因应疫情 来维护人民健康 并对这个会员已经对国内的产业 不管生产消费产生重大冲击的同时 有个条例出来的应应 可以让它负面的影响降到最低 这是第一点报告 第二点也非常谢谢游院长 还有昨天各党团一天的协商 虽然已经有初步的共识 包括对防疫工作人员相关人员的机构 给予补助津费跟奖励 另外也明定防疫隔离假 并且可以提出补偿 并且可以提出补偿 但是很遗憾的 国民党墙内主张 不管是防疫隔离假也好 我们更希望有照顾假 因为影响的层面非常广 那假设没有照顾假 基本上会产生重大的后遗症 但是昨天国民党强力的争取 但是似乎行政院 还有执政党不愿意接受 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希望等一下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民进党还有各党派 可以进一步来考虑 接受国民党强力主张的照顾假 那我相信这个条例 假设今天能够完成三读以后 可以落实防疫的措施 可以维护民众的健康 并且透过产业的纾困 跟振兴措施 可以让国内的产业 还有相关的员工 负面降到最低 所以也拜托大家 等一下讨论的时候 抛开政党的立场 抛开政党立场 一起让这个条例 尽速通过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郑委员